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一章 提阿菲罗大人呢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 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 做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伊丽莎伯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摘的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 照祭司的规矩撤迁 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世 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家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差异他许久在殿里 急着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 他在殿里见了异象 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 净成了哑巴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 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 伊丽莎伯怀了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 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魏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 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魏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 因此 所要生的圣者 必成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伊丽莎伯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 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那时候 玛利亚起身 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问伊丽莎伯安 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 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父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助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 为我成就了大事 她的名为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绑壁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里妄想 就被她赶散了 她叫有权柄的尸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 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失怜悯直到永远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 约有三个月 就回家去了 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她大师怜悯 就和她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日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歌礼 并要照她父亲的名字 叫她撒加利亚 她母亲说 不可 要叫她约翰 他们说 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她父亲打手势 问她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她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就写上说 她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 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 称颂神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这一切的事 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 说 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主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应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 正如主借主 从创世以来圣心之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民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 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忌地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孩子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 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明天会 员 不曾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